这是我们家小宝贝非常喜欢吃的芝士乳捞棒 甜品店花30块钱只能买到一小包 而且还只能买到一种口味 妈妈真的跟买的一样好吃 今天一次给它解锁4种口味 做了整整一大盘 成本大概20块钱都不需要 首先我们先将液体材料 牛奶黄油和蛋液倒入碗中 用蛋抽将它们搅打均匀 充分乳化 紧接着倒入细砂糖和麻酥粉 将它们搅拌均匀只不颗粒状 当看不到干粉以后 我们就需要用上打翻器来搅打 刚开始搅打的时候 面团会比较干 慢慢的会变得越来越细 也越来越细腻 直到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就需要加入切碎的马酥里拉芝士 翻拌均匀 要做成其他口味 只需要在原味的基础上 加入5克的果蔬粉就可以了 挤面糊的时候 粗细长短可以自己来掌握 如果挤的过程中 发现面糊过干 或者挤出来的面糊表面 不够光滑细腻 那就说明之前用打蛋器 打发的状态还不够 那就需要重新打发 否则会影响成品的口感 记得粗细不一样 烘烤的时间也会有所不同 我用的是风炉模式 160度 烘烤了18分钟 出炉放凉以后 口感就是非常酥脆的 你看 轻轻一碰就容易断掉 这款芝士乳劳棒比锡饼干 可真的好吃太多了 酥酥脆脆 越嚼越香 即使不用放糖 也都特别的好吃 有兴趣的小伙伴 赶紧动手 做起来吧 好的 这是点脂脆 России 吃 〆 放入冰箱